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教授 分享時下最新PI實體互聯網 及供應鏈管理的概念 這件美國和加拿大物流經驗 可將Uber模式套用在貨運卡車上 節省不必要的浪費 並提升企業競爭力 所以在短期之內 我們會跟喬治亞州理工學院 來商討提供給基隆的就業人口 或者是再集在基隆 但是在各個供應鏈物流企業工作的 這些專業人士 一些供應鏈物流相關的高階課程 以基隆港為基礎 謝國良希望從高等教育扎根 未來十年 二十年 持續推動供應鏈策略與發展 加快基隆的產業進步 Uber這個產業對於優步 對於過去傳統計程車業的衝擊 還有Airbnb對於飯店業的衝擊 Physical Internet是不是對於物流行業 也會有相關的一些改革變遷 也是我們在密切關注的 美國國際物流協會 前順豐快遞CTO 交代運研所和愛嶺運能等 物流產業高階主管 今夜共同參與這個高峰會 希望藉由物流供應鏈的提升 加強基隆的城市競爭力 記者陳明軒 台北綜合報導 我是陳志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